在江西市的部分 慶祝母親節的來稿 江西市葫蘆會 特別基盤母親卡的設計比賽 高麗學主透過微微設計 感染母親的擁有志願 日前 特別在江西公圈 空主廟後面的中立書講庭 基盤班長電力 現場配合一輪傳的精彩表演 搖車請主作為參加 提早歡迎母親節 搖車葫蘆運動團隊 帶來上當精彩的館母 演出來插著現場氣氛 也為江西市葫蘆會 無親卡設計比賽的班長電力 留在來各個宣布 江西市葫蘆會慶祝 無親節今年在不拍攝過期的傳統 選到一幾萬 無親卡設計比賽來作為慶祝的方式 希望借到華東高麗東 又感染好書好戲 這次在上白宮的作品當中 我們有林選國小前三名 國高中跟大專主前三名 並且有優選各十名 透過這樣一個母親卡的設計 讓孩子知道我們對母親 平常的辛勞的一個感謝 這次的作品當中 其實我們是有請了我們 藝術大學的院長來幫我們作品選 所以這次的作品呈現 都是非常高水準的 江西市議長小小禮特別到慶祝參加 提早慶祝無親節就好 今天特別來參加嘉義士婦女會所舉辦的 這個慶祝母親節的活動 那麼尤其今天呢 他們還特別舉辦的這個母親卡的設計比賽 我相信藉由這個母親卡的設計呢 也能夠展現小朋友對母親的一個感恩 那麼我想感恩跟孝道 是我們現在的小朋友必須學習的 一個人生重要的倫理課程 所以我們在今天看到的小朋友們 他們所展現的一個才能以外 也看見了我們的小朋友 所受到的這個成功的教育 那麼我想在此呢 這個特別的日子裡 祝福我們全天下的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譬如剛才一輪傳政策的館母表演 竟提供到不用費的金家送養 讓平常時辛苦的媽媽可以透過兩年來放鬆心心 並且去參加100位的慶祝共同參加 氣氛流著有個溫馨 大家的提早來賺到沒有錢 謝謝新聞 竟然說明王秀三嘉義七彩方報道